这个丈夫给他的妻子 打造一个专属的王座 在这上面 他不需要去工作 只需要坐在墙上享受一切 食物由老公送 平时就在上面练练瑜伽看看书 每天都可以收到老公给的礼物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方便能每天欣赏自己妻子 每天都对他宠爱万分 在家里举办的宴会上 让他穿上华丽的婚纱 所有人都能欣赏他的美貌 晚会后还会拿来梯子 在上面玩点花的 工作中接到电话 可刚没聊几句 就被妻子吸引了目光 直接挂掉了电话 每天都给他当生日过 送上昂贵的礼物 出门上班 都要用绯纹告别 可刚过没多久 丈夫就开始对他失去了兴趣 办公室嫌弃妻子太吵 让他不要打扰自己 还叫人帮忙把办公桌换了位置 直接背对着女人坐 妻子自然对丈夫的这种作为 很事不满 这种天差地别的感觉 让他难以接受 很快三年过去了 妻子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 他决定尝试跳下去 但多年来在上面生活 导致他看地面如同万丈深渊 他丢了一只鞋子 拉了很久才到底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得到自由的妻子 开始在房间里到处欢快地跳舞 就这样赤脚走到街上逛起来 回到家里 走到炉火旁 拿起里面的烧火棍 狠狠地砸向这个 禁锢自己三年的高台 很快一年又过去了 这时的妻子已经自己开启了店 外面大排长龙 而进到店里 他却还是和以往一样 坐在高高的台上 就算逃出了丈夫的牢笼 却发现自己已经对此根深蒂固 内心的挣扎 让他不想只当一个美丽的花瓶 但自己除了美貌也毫无其他可言 这个老头正在被七天无理由退货 在某个宇宙的漂亮国 这里的男人 如果妻子不喜欢就能被退货 就算是过了三十多年的婚姻 也还是被阿妮强硬地退掉了 这里的都是廉价的丈夫 很快他便找了一个年轻小伙 两人怎么看怎么像母子关系 帅小伙曾经做过服装模特 听到这里 阿妮决定给他画一幅肖像 简直一模一样 给他捏尖时 无意间的一句话 让帅小伙也被退款了 这次阿妮又换了个老公 是个大叔 但这个大叔执着于健身无法自拔 无可奈何的阿妮 也只能拖着一身松散的老骨头 陪他跑完步 回到家做个烤饼 却被嫌弃往上面放了太多黄油 全都堆积到肚子上了 这次他觉得自己应该一个人过 决定先完成一个小目标 去意大利来趟旅游 但往窗外一看 发现自己的丈夫 居然被隔壁阿花给买掉了 还发现丈夫在和阿花一起时 比和自己在一起时变了很多 不仅帮忙做饭 还打理得精精有条 和自己在一起时完全不一样 他开始觉得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每天都观察两人的状况 终于还是决定去超市一趟 但他又在这里看见了丈夫 没错他又被退回来了 阿妮坐下来和他好好商量 问他怎么又被退回来了 他只是回答道 阿妮看着丈夫想了想 站起身走到推车旁 正是他不准备买老公 而是直接推着他逃离了超市 接近40年的婚姻 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被打破 有时候互相理解 总会想到办法解决 这个女人正在吃着照片 突然眼前浮现出照片上的场景 父亲正拿着风筝跑向他 他又拿起一张放到嘴中 仿佛猫咪就在他的怀里 而很快就被现实叫醒 阿妃正在帮妈妈收拾无子 因为妈妈患了老年痴呆 决定带他去自己家住 方便照顾 吴以前发现了小时候的照片 看着小时候吃冰淇淋的自己 仿佛一股魔力 使他将照片一口吞下 而就是这一次 他感到了无比奇妙的体验 照片传来的是冰淇淋的味道 眼前也是当年的冰淇淋 自死之后 阿妃便把相册视如珍宝 也许是对童年的怀念 让阿妃时常半夜起来 偷偷拿出相册 吃下的瞬间 童年的回忆全都浮现在眼前 哪怕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 也让阿妃心情舒畅 他一张又一张地吃下照片 试图换回美好童年的记忆 但这都是美好的假象 过去的再也回不来了 他带着妈妈去山上散心 说着儿子的经历 可妈妈早已记不住了 试图去拿照片给妈妈妈看 但一阵大方将照片全部吹飞 阿妃赶紧去捡回这些美好记忆 回过头妈妈却已经不见综艺 慌忙地寻找着她 找到妈妈后 因为来到熟悉的地方 让她觉得很混乱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母女俩依偎在一起 晚上回到家里 丈夫问她相册上的照片去哪里了 她承认是自己吃掉了 因为忍不住去回忆那些美好 爸爸离世后 妈妈已经记不住她了 阿妃想要替她保存这些记忆 因为妈妈只有她的 离我所深爱的人 终有一天会离开 虽然肉体上的会有分别 但我们仍可以将他们 永远地留在心中